父亲 让我把话说完啊 我承认 我跟你妈妈对你弟弟啊 是有点偏心 但是也没什么 这你也知道 你弟弟呢 这个脑子呀 方方面面的 他跟你一别差了一大截子 从小就不如你 这现在的样样让人操心 我就想了 这不都是一家人吗 趁着我们还都活着的时候 大家互相帮着帮着 记得这位小的时候啊 隔壁林玉家的谁的孩子 把你骑的自行车 给刹车给卸了 安阳知道以后他找人去了 打了好几架 他跟人说谁要敢害我姐 我跟他拼命 最后弄得自己是头剥血流啊 跑到医院缝了好多针 那个时候你啊 你住校子你都不知道 是啊 那后来你们谁也没跟我说呀 时间过得是真快 安阳都俩孩子了 那我就是担心你啊 在外边别吃亏 就是吃了亏 也没有过不去的坎 特别是在干情上 不行 擦亮眼睛再找 好 要是好呢 别都不着急 自己的孩子还是要有一个 好 好 好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 你 你 今天 这事办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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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低到 你 在我心中 回岸了 发光了 三米二了 是吗 你知道 你刚来的时候 你给我什么印象吗 是吗 太有你了 嗯 这片 这片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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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到了啊 有 有 人 他 有 你 有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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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他 到了 喂 没事吧 老伯 慢点 慢点 你谁啊 我的 干啥呢 你怎么回事 你这可 dunno 太好了 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来吧 来吧 你怎么来了 我昨天晚上就来了 脸怎么了 怎么还补刀的 在这儿呢 给你那个混醒老板打架打了 谁 你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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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对不起 昨天晚上 您没事啊 别闻 你说呢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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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对不起 我替我老婆跟你道歉 我回去我就打死打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把回当见乖蛋糕了 好的 宝宝总 再见 宝宝总 再见 宝宝总 你什么意思啊 我老板过来帮我谈生意的 人挺好的大宝宝飞过来 你把人揍成这样 你让我回去怎么面对他 雷歌龙现在什么情况 是不是伤比我重点 什么意思 好赖个自己啊 你没动手 我跟谁动手 你傻他哥们儿 我打他了 我怎么会打他呢 该打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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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 你断片了你忘了 我跟他垂液一下啊 特别飘映 他从导演的角度说 威牙感强了一些 下回见你直接出勾拳 跟他整这个 你真是有病啊 你怎么不知道 玩弃我一点啊 那我上司 还上司 他有上司 该有这样子吗 那衬衫都开了肚脐了 我非把那脱衣板露出来 生半别人不让他晾过 他像个头 快把衣服撑到了 这么大老板 买不起大号衬衫啊 长这么大个有什么用 长得够 我成俩够全都够不大吗 不是出来工作的吗 为什么喝这么多酒 喝完直接都回房间了 我一个薇薇有一个薇薇 那薇薇是他能要的 你是不是有病 他不叫我薇薇叫什么呀 你叫什么不行 小杨 杨姐 你还要紧 我先住个堡垒了 你换位思考一下 你来看我 有一个穿着露漆装 大高队的姑娘 就醉醺醺地 掺着我进房间 你敢 打死你 你看看 你不动手我不相信 前段时间我确实是犯了 很严重的错误 本来我是想 好好地说说罪 送你的啊 你爱要不要 还要不要 好了 真好看 你刚手里装着什么呢 给我看看 其实没有 给我看看 你不 感谢你是对的那个人 我的女王胆 是不是昨天晚上 我要不给你帮忙 你都打不过的 你来了打到我节奏了 不然我不可能受这伤 吹吧那球 你还不服 我就不服了 长大人之气 你不服不行啊 疼你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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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 对付你五十多亿就可以了 可以啊 小夕 这一趟挺厉害 谈了这么多单生意 奖金没少拿吧 我估计又要胜吃 怎么可能啊 这次能谈成多亏了威姐 跟鲍布总的帮忙 谦虚了是不是 要是没有你在中间 牵头拉线 哪来这么多单生意 是有一点小运气 敢抢的 是票了 是票了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 要出大事了 怎么了 听说咱们集团搞优化 马上就轮到咱们公司了 就这几天啊 集团其他份公司 每天都有人 收到人事部 发来的死亡邮件 然后就抱上那箱子 要么哭着要么喊着 叫我买走 你说咱们商务部 有两个总监 会不会有调整啊 你和威姐这刚立完工 威姐肯定不会有事 安总会不会 安总今天请假没来 以咱们公司的传统 人不就请着请着 就 没了 不会的 不会的 但愿啊 但谁也别说了 那死亡邮件 那就最 不 我现在一听着动静我 我是真害怕一些啊 不是我的姐 不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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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 不是你的姐姐 不是她的心情 也不是她的 不是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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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小姐 合同忘了吗 梅姐 姐 怎么现在连门都不会敲了 对不起 包部总有点急事 裁员这件事情于情于旅都到不了小溪头什么 于旅 挂外联你这件事情 是刘小夕钱的头 是她的资源 她忙前忙后给公司拉了这么大一笔订单 这就给她裁了 不再这么玩羡慕杀驴的吧 于晴 如果是因为我揍了你这一次 这是我的错 我跟您道歉 我甘愿受罚 那你不能把这邪火撒到刘小夕头上啊 这太不合理了 这也 包部总 是不是我之前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 你可以跟我提 我都可以改 真的 这是跟小夕 你 还有这样 都没有关系 这是总部的决定 你们也知道这些年 互联网公司生存困难 也是行业寒冬 不得已才做出缩减规模的决定 做结构性的优化调整 是啊 大环境我们都理解 那你优化调整 你应该把好的员工留下来啊 你把那些混水摸鱼的 不给公司创造实际效益的人开了 你为什么是她呀 包部总 我也不想你为难 既然要优化我 非要让我走也让我走可明白 可以给我一个具体的理由 为什么是我吗 这次的人事变动方向 主要集中在高薪高龄的人员当中 所以刚刚理解的许文总也在此之内 你们也都看到了 公司又找了些新的实习生 小心你别建议 说不好听一点 他们五个人的薪资 抵你一个人的薪资 而你干的活 要么姚伟能干 要么安心能干 实习生用不了多久也能干 你说公司该怎么决策 那行啊 那包部总 你把我也开了 你就留安总一个人 再扎一帮实习生齐活 别别别 这不是开玩笑的 算了 我也不想让公司为难 我知道了 谢谢保部总 谢谢姐 小心 小心 手机 刘老师 刘老师 你给我站着 落日轻薄 孤单是烧 倦了的余火 断念淹没 一夜风波 承诺是一曲荒芜的歌 总是深刻怀揣冷漠 从来到这个城市 我就想尽了一切办法留下来 为什么要来一国 我想要活着 活着 我想要留在这个城市 在这个城市活下去 我每天都拼命地工作 生怕不被这个城市需要 我曾以为经过这些年的努力 终于和这个城市有了越来越深的联系 可以在这里找到归属感 直到被通知离职的那一刻 我才发现 这联系是多么的脆弱 所有的努力似乎一下子被全盘否定 我仍如初来世一样 只是一个喜欢近海 却随时都有可能要离开的异乡人 我还要离开的异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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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眼就忘不掉的是你 看一眼就爱上的也是你 总是感觉这个家里 少了一个你 终于等到了你 我心爱的 爱思永违 我终于有车啦 我可以接老婆回家 我终于有车啦 有车啦 我要开车 她去拉撒 我终于有车啦 媳妇 媳妇 怎么了 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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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我们这次出的价格 真的不低 行 那剩下的事 等一会儿见面了再说 好吧 坐 看看吧 你什么意思啊 自灭意思啊 你这又是因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你回来了 没有特别欢呼缺绝地欢迎你 所以上到了你所谓的自尊心 你就要搞出来的事情 做一下什么 陆泽宁 我和你之间 真的没有任何作的必要 本来这次我是回来处理工作的 但是当我很荣幸地认识到 你未来的家庭环境背景以后 我为我儿子的未来感到担忧啊 你一个在小迪两岁 就放弃抚养权的母亲 平均每年下来 陪伴孩子的时间 都没有二十天的人 你有什么资格 跟我提小迪的成长 正是因为曾经的缺失 我现在才有小运步 你不用多想了 我不会把小迪 交给你抚养的 那就和那位姐姐分手吧 教训 你那个可怕的操控欲 什么时候才可以收一收啊 我没有责任 跟义务提你的指挥 我有我的生活 我的自由 我有我自己的选择 好 我已经跟我的律师谈过了 那就看小迪怎么选吧 你太过了我将选 陆泽宁 你别太分不清是非了 我 小迪的妈妈 万里迢迢地回来给小迪过生 你不欢迎就算了 他们家那素质 懂什么叫礼貌 懂什么叫场合 懂什么叫分寸吗 如果小迪以后 不可避免地要和这样的人接触 我坚决不会同意的 是 是 你讲学有素质 受过高等教育 你懂礼貌 你懂体面 但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家人吗 安心他们家 是你认为他们家的人没有素质 但我告诉你 只要安心受了委屈 他们家的人永远都会在他身边陪着他 维护他 偏爱他 生怕他受到业念的伤害 这才是真正的家人温暖 你的家人温暖的 你有过吗 你别跟我说那些有的没的 我跟你说有的没的 这就是你给我的家人温暖 当年我出了很严重的车祸 我被送到医院 我整个人都是昏迷的状态 需要马上动手术 但是医院的医生死活跟你联系不上的人哪 小迪那时候两岁 天天在家里面哭着喊着要爸爸要妈妈 你谁又在哪儿 你就算不管我 你照顾照顾孩子也可以 你人哪 嗯 你跟我聊了一句 我有了新的工作机会 我实在赶不过去了 我希望你可以自己照顾好自己 江逊 你不要以为 你这次因为工作上的调动回到了静海 顺便给小迪过个生日 就认为是陪伴 江逊 小迪的事情我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 我的态度很明确 我不希望我们之间有任何的行为 伤害到我的儿子 谢谢 我先走了 主耶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梅玦OY powiedz 怎么你却放任我不管 难以选择去未来 没人能轻易否决 我的肚定 描护你的我 被试人抛弃 而且你在吗 被命中注定 再掩埋归期 只能 居然爱你 只是 我的决定 不能 胜过了命 只能 吹着爱你 喂 安心 喂 我知道这几天发生的事 让你不舒服 都是我的问题 我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 让你悲难了 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不管怎么样 我想尽力地挽回 对 我就是想让你知道 你在我心里真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地重要 我也真的不想因为 因为这样而失去这段感情 我也不知道 要说点什么 才能得到你的原谅 才能得到你的原谅 你早点休息 你早点休息 我先走了 和你 好 不要 想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媳妇其实要是你今天心上不好的话 咱可以改天再兜风了 不想在家憋着 出来分散分散注意力吧 行 但我真的感觉啊 就是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我们都要往好了方向去想 你看比如说咱俩 来静海这么多年了 那房子是肯定埋不起的 但是咱们现在有车了 那也是固定资产 咱们在静海这回就炸起根了 咱总共四个轮子 哪来的根啊 那咱开车跟集体 那感受能一样吗 生活主要就活一个心态 有的时候东西确实都是有价的 但是心情无价你说 什么有价无价的 车停哪儿了 好 这就是 媳妇你看你喜欢不 这车 多少钱呀 四十 媳妇 媳妇 媳妇我错了 媳妇媳妇 媳妇我想给你个惊喜的 媳妇 媳妇 你别哭了我真错了 我错了错了媳妇 我错了 哎呀错了媳妇 媳妇 媳妇我本来以为你这一次 还能有想心的 我一咬牙我一剁脚 我就买了个好的 那你们公司也太狗了 这也太突然了媳妇 媳妇我真错了 媳妇你别哭了媳妇 我错了错了别哭了别哭了 别哭了别哭了 上次看你也挺喜欢的 这不挺好的吗 媳妇媳妇我真错了 媳妇你别哭了媳妇 媳妇别哭了 哎呀我真错了媳妇 我应该问你的媳妇 你别哭了别哭了 我确实应该问问你 她也太好看了 媳妇你别哭了 这车咱们搏一搏 我肯定要给她转回来 行吗媳妇 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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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你找谁啊 我 我找安兴 好 你怎么来了 姜佳妇 姜佳 姜佳 抱歉 提前没有跟你打招呼就过来了 你现在方便吗 我想和你聊两句 那你们聊 正好我要去见客户 嗯 有事给我电话 嗯 进来吧 我这次来是专门向你打招呼的 我这次来是专门向你打招呼的 嗯 公司现在 恍惚来了一些 之前的几笔投资 钱都出来了 你之前借我的钱 我今天就让财务给你打到卡里去 利息就按我们上次说的那样 比合同里的高一些 好呀 这么高的利息 也算是比不错的投资喽 做生意方面 我还是挺佩服你的 谢谢 谢谢你 安心 我之前那种情况 愿意帮我的人 不多 我心里很清楚 所以 谢谢 家里都还好吧 还行吧 都挺好 挺好就挺好的呀 以后如果有什么好的投资机会 你忘了告诉我一声 你也保重 会的 好 干吗 今天不是周末吗 加班啊 没有 没有 媳妇我刚才研究了这些网约车 我一点开就有人叫车 我和你咱车买了 是不是物尽其用 我每天上下班 拉两个出风车 挺好的嘛 能行吗 那有啥不行的 媳妇我跟你说 咱们车不能白买 我高低给它挣回来 你捡厘头怎么样了 联系了几家 估计下周吧 去见见 媳妇 不着急 咱们这么优秀 一堆人抢着要您 再说家里还有我呢 走了 走了 注意安全啊 好 慢点开车 小心啊 妈 妈 怎么了妈 我让你看看我们大宝 又找什么能耐了 给妈妈走两步 大宝 我大宝快走路了 大宝真棒 好好好嘞 奶奶抱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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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乖 走得还不太稳了 大宝 大宝看看妈妈 大宝 小夕啊 那个王伟呢 她 她加班 你半天还加班啊 行了 不给你视频了啊 大宝该喝奶了 行 妈那你去吧 我去打花了啊 老大了啊 我去打花了一张 行 你带着行 小夕 你去打花了嗎 你去打花了 我去打花了 去做一种 高兴 吃到小夕 去打花了 你去打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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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打花了 你走的还挺快 你说今天巧不巧 我正好约的饭局啊 在你家周围 你这新车开得怎么样 要我烧一趟呗 行 走吧走吧走吧 我 那 呃 这位 愤道拉个活 先生 尾号九零八七 到宝莱大厦 嗯 请您借我按一带啊 你的车子我都看过了 外面问一下你的离职原因是什么 主要原因是因为 公司组织结构调整 也就是并非自然离职是吧 可以这样说 好吧 今天先这样 你回去等通知吧 谢谢 你应该往哪里放 不好意思 我们商务部暂时没有空缺 那客户部你考虑吗 日文 您相信爱情吗 您相信爱情吗 这呢 忍住啊 不穿啊 我感情应该往哪里放 小风太短暂 尽头茫茫 人生这段旅程 路途很长 站点很多 但能陪我们到终点的 有几个人 深夜的你是否感到孤单 因为 在这座繁华的城市里 我们都是异乡人 一首歌送给你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